大家好 最近可以說是舊時重提 就是稀有金屬 或者是稀有礦物的爭奪戰 這個爭奪戰不單單是中美之間的爭奪 其實是中西之間的爭奪 就包括 其實可以說 講得最正確一點是民主陣營與獨裁陣營 在稀有金屬上的爭奪 日本也是 日本 歐洲 北美 是屬於同一個戰線的爭奪上 而且中國大陸可能有少少是加入伊朗 和北朝鮮 和俄羅斯 但是他們在稀有金屬這方面 可以說是主要是靠中國的 其他的獨裁陣營裡面 其他的三個國家沒有什麼用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最近歐盟出了一個清單 將所有的關鍵金屬或者關鍵礦物 全部 你看這個清單沒有 我記得一共有大概30種不同的 就是稀有金屬 稀有物質 稀有礦物 這個清單出來之後呢 它不是單純一個清單 它還是說的 它說某某金屬 哪個擁有百分之幾多 哪個擁有百分之幾多 我們歐盟是怎樣依賴那種金屬 總之呢 它的結論就是呢 嗯 要打響警鐘 再一次打響警鐘 就是有些稀有金屬呢 是過度掌握 就是大量掌握在中共手裡面 那某一天 中共和西方要翻臉的時候 真的要打的時候 那麼這個稀有金屬呢 就很可能被中共利用為武器 來對付西方 這個是肯定是這樣的 是會這樣的 那麼 講到這裡呢 我就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可能有些人會記得的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因為已經是13年前的事 2010年 有一艘中國的漁船 很大的漁船 就被日本認為呢 是開了進去日本的領海裡面 那麼日本政府當時呢 就很生氣嘛 就下令了日本的海警 把這艘船拋樓 還有拖了進去 之後呢 就將那個船長扣留了 船就放回去 回到中國大陸 那麼呢 當時呢 中共就很強硬 抗議啊 日本要馬上把船長放出來 他沒有犯罪什麼什麼 那麼日本當時呢 都很強硬啊 說對不起 這個船長是要負責的 我們會起訴他 還有呢 因為他是侵犯了我們日本的領海 那麼這個船長我們不能夠放 他一到我們的法律程序做完之後 他沒有罪我們會放他 他有罪我們就要在日本坐牢 日本都很強硬 那麼兩個呢 就開始兩個國家之間呢 就在打那些口水炮 口水戰 但是呢 突然間 突然間 過了幾天之後 可能一個星期嘛 突然間日本宣佈 把船長放進去 嘩 中共當然在宣傳上面說的 怎麼那麼厲害 現在我們是大國啊 強國啊 那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日本政府啊 在強硬對付中共的時候呢 突然間收到報告說 我們很多企業啊 買不到 拿不到這個稀土啊 稀土啊 rare earth 是一種很稀有的金屬 或者幾種稀有的金屬 那這些稀有的金屬啊 叫做稀土呢 是在 特別在這個 超新技術方面 就是新技術 high tech方面 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說 電子殼啊 弄電腦啊 電動汽車啊 全部這些東西呢是非常需要這個稀土的 那當時啊 中共因為突然間下令 中共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來的 這個正常國家真的有市場經濟 又不會是這樣的 這個國家呢 它跟人家說它有市場經濟 實際上呢 就並非市場經濟 而是呢 非常典型的這個計劃經濟 全部國家控制 所以 中共當時呢 其實是共產黨控制 共產黨的那些領導層就 下令人不賣 不給出口任何稀土去日本 哇 慘了 日本的這個Sony啊 Panasonic啊 什麼等等 很多那些日本的公司 日本電子 是非常非常發達的 那麽立刻告急啊 我們沒有稀土 我們那個庫存啊 只夠幾個月而已 就沒有了 那我們就慘了 那我們整部生產是停頓的 那所以當時呢 日本考慮到這個巨大的經濟損失 就放了一個成長 那就是說我要講這個故事呢 就是說稀土的重要性 非常厲害 日本當時那麽強硬 都沒有辦法 在稀土這個威脅之下 最後是要讓步 那這個問題呢 有沒有解決呢 其實呢 也都不是 西方人都不是完全那麽笨 西方人開始明白了 國家安全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是完全是一個安全問題 就是我剛才講的 要錢還是要命 我經常講的 國家安全是一個命要命的問題 經濟是要錢的問題 那日本也好 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其實呢 在這件事之後呢 日本這個船長這件事之後呢 他們開始已經 沒有聲沒有色 悶聲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知道的 我沒有準確的數據 但是我知道當時呢 因為有人 有朋友在美國 就找我去投資 我沒有錢投資 不過他都來找我啦 那是投資什麽呢 投資稀土礦場 那爲什麽呢 是什麽好事 是在加州 有一個礦場 因爲 都不是只有中國有稀土 美國是有的 但是問題是什麽呢 問題是大概20年前開始啦 那中共它的體制 是可以呢 就是它欺詐中國的工人 等等 所以它的成本很低 所以中國和美國 都有稀土在地下 但是呢 你要開發的時候要花錢 美國開發的成本 遠遠高於中國 那麽當時呢 美國人就沒有這個國家安全的概念 只是考慮到經濟效益 那麽當然呢 在美國自己開發 貴的50% 在中國買過來便宜很多 那麽就中國買啦 那麽最後美國那些稀土礦業 就一塌糊塗啦 沒有人買啦 因為太貴了嘛 關門 關門之後呢 中共還派很多人去 跟那些礦產的業主說 喂 你反正都倒閉了 我把你的設備全部買 好啊 很多買上去 當時西方人就做了這些錯誤 一錯再錯 什麽都是看錢分上 所以今時今日呢 他們很後悔 正如我曾經 講過一兩次的 就是這個前北約的 讀書長講過好 他提醒大家 他去到台灣 他說你們台灣人 不要犯同樣的 我們歐洲人犯的錯 我們30年前開始犯了一個大錯 他說 以為呢 經濟要靠中國 安全可以靠美國 不適合經濟和安全是分不開的 他說 所以 美國當時就 所以 由於這個 他認為稀土在中國買便宜很多 所以美國基本上 整個這個稀土開採工業 是等於零 那當時呢 現在很多公開的文件都沒有說 其實我知道 美國也都有生產了 在一些公開文件裡面 還說美國沒有生產 其實不對 因為當時有些朋友 就是找我們 說要投資 然後說 叫我可不可以幫忙 找人來投資 就是 因為有些企業 就希望重新 重新開採這個稀土 那他們是中了的 我知道是中了 不是只能跟他們講一次 所以呢 可能那個量 是遠遠不夠中國那麼多 但是呢 證明呢 在10年前 他已經注入這件事了 那10年之後 今天呢 肯定那個開採的產量 已經是大很多的了 所以 但是呢 仍然不夠大 他們仍然是在考慮的 不過目前呢 中共呢 仍然不敢 翻臉說 哎 不賣給你 棄圖 還沒敢 仍然是繼續出口 但是呢 西方國家和日本已經開始考慮 萬一 萬一要攤牌了 翻臉了 他們真的不出口這個稀土 我們的後果是如何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那這個問題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 是一個危險 是一個危機 一個風 對西方國家來講 但是呢 那個 危險 可能沒有給我們所說的那麼大 因為我知道呢 10年前就已經開始 西方國家開始 考慮這個問題 不單單是考慮 還有付諸行動 去自己重新開採 這個稀土 那稀土是其中一個呢 還是其他那些關鍵的金屬 道理一樣 道理一樣 好 所以呢 可以說這個爭奪戰 還沒結束的 但是呢 西方其實已經開 10年前起步要追上 這個稀土和關鍵金屬的生產 和這個供應鏈 所以我覺得呢 我認為呢 萬一 明天中共翻臉不再賣 那個後果是會很嚴重 並非嚴重到我們什麼都沒有 西方是有的 都有自己的生產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